纽约市首个全电动的共享电单车计划 上周正式启动在布鲁克林率先上路 带您一起来看看 电光蓝色的外形 流线型的设计 这辆电瓶车不烧油 无需钥匙 只需要手机就可以启动 最高时速为每小时29英里 这是纽约市首个共享电瓶车计划 在布鲁克林区率先试行 不过民众想要体验电瓶车需要年满21岁 还要符合一些条件 新注册的用户可以免费使用20分钟 然后的20分钟将收费4美元 超过20分钟后 每行驶1分钟收费25美分 停靠货博车期间每分钟收费5美分 目前 总共有68辆电瓶车供使用 并且仅限于在黄后区 布鲁克林区内驾驶 未来 该公司将视乎民众反映 推广到纽约市五大区